你讲一周差不多有七天之久 应该啊 不会拖太久 我明天就会告诉他 适当的时间 如果他OK就决定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前一晚跟韩国瑜见面后受访 表示最快本周就会和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见面 看起来对蓝莹整合信心满满 但这段话过没多久就破局了吗 郭振英发新闻稿 直接表示 本周的行程几乎都已排定 包括香港问题 中美贸易战后续影响分析 朝鲜半岛因北韩试射新武器关系 再度紧张等国际产经议题和对台影响 都安排好相关讨论拜会 看不出来有时间和吴主席会面的可能性 给吴主席软钉子碰 很多是不要用空气 用这个媒体来放话 我觉得还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的之前 我想还是就说我们在进行中就好了 其他的话多说武艺 这些大人物旁边的幕僚可能也要思考一下 需不需要在这里一直在玩这种把戏 有时候说不定观众都不爱看了 郭台铭阵营的打脸说 让蓝营立委无奈更焦虑 直言大人物们好好做事就好 再这样隔空放话 对整合一点帮助都没有 再忙也要希望他能够挪出时间 一起来讨论有关整合的事情 才有办法换蓝在2020胜选 毕竟总统大选步步逼近 参选人韩国瑜着急 国民党基层更急 郭王科密谋合作传言不断 这郭王一天不归队 整合不成 2020国民党要夺回政权 挑战恐怕更大 欢迎新闻 江显东 刘一如 台北报道